好 接下来带大家来关心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 我要特别提醒您的是 现在您可以看到在台北市的信义区 阳光已经露脸了 在今天白天的时候 其实天气整体说起来还蛮不错的 但是日夜温差有点大 这一来一往可以相差到10度左右 所以早出晚归的网友呢 最好还是要带一件薄外套在身上来备用 是比较安全的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的台风的最新状况 在阳面上呢 现在有两个热带性的低气压 看起来都有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的趋势 首先来看到这个热低压的这个部分呢 它是位在日本的南方海面上 现在发展环境整体说起来比较差 而且高低层分离 未来呢它的走向将会朝向日本的方向移动 其实距离台湾也是蛮远的 对于台湾说起来是没有直接的影响 好 另外这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呢 则是位在菲律宾的东方海面上 现在看起来它的结构是比较扎实的 而且环境是比较有利于发展 未来呢它会朝西方 是往吕宋岛的方向来前进 当然短期之内对于台湾来说 也是没有直接的影响 不过呢要告诉您的是 这两个热低压最快在今天 就会形成为轻度台风 因此呢它的外围水气其实也会间接影响到台湾的天气变化 卫星云图照告诉您 在今天白天的时候台湾整体说起来是受到了东北风的影响 因此呢其实早晚的温度都是偏凉一点点的 低温呢普遍落在20到23度 早晚感受上是稍微有凉意 白天的时候呢各地是晴到多云稳定的天气形态 高温落在31到33度之间 因此呢整体说起来跟昨天其实感受上是蛮类似的 感受上会有一点温暖偏热 好但是因为云量比较少的关系 所以在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蛮强的 因此在今天出门在外还是要做好防晒的工作 好另外呢日夜温差也是蛮大的 早出晚归的网友还是要适时的添加衣物 不过要告诉您的是在午后方面呢 南部地区还有中部山区会出现一些短暂的零星降雨 整体的降雨几率是比较零星的 不过呢天气变化就从今天晚间开始要改变了 好从今天晚间一直到周休假日 整体说起来水气都会变得蛮多的 到时候北部还有东半部的降雨几率就会慢慢提高 而且会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尤其呢是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山区 以及东北部的降雨是比较明显的 因此如果在今天晚间您要出门的话 切记一定要记得带伞 同时呢在彰化还有苗栗的沿海空旷地区 也会出现8到9级的强震风 沿海地区会有比较大的风浪 好这个部分也要提醒您多加留意 未来这几天的天气走势呢 气象局特别用了这张图要来告诉大家 其实周五白天的时候您可以看到全台各地整体说起来天气状况都还蛮不错的 不过呢就从今天晚间开始包含了北部还有东部地区 到时候呢很明显的降雨的几率都会增加 因此呢还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性 尤其是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的山区 这个部分呢恐怕在这个周休假日大家务必要多小心了 好最后我们来关心今天的天气小叮咛 早出晚归一定要记得适时的增添衣物 同时呢即将迎接的周休假日可能天气不太好 大家务必要多留意了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它是长时间的细活去熬煮它 把所有的鲜味呢供演到一炉进去 前面的蛋白质啊它是鸡肉牛肉虾的三倍之多 营养来源更加的丰富 我推荐给大家记得要输入CTI567 CTI我辣7